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北安大略旅游峰会的盛况 来自各地的旅游业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索后疫情时代的复苏机会 会议不仅吸引了大量赞赌商 还强调了四季旅游的魅力 展现了北湾的潜力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中国商务部推出的九点计划 旨在帮助出口商应对即将到来的贸易障碍 此举不仅显示出中国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中的应对能力 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政策的实施将特别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努力 确保出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不我们关注肯尼亚对乌干达反对派理秀被袭击的绑架案 进行调查的最新进展 尽管乌干达政府否认绑架之后 但事件引发了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 凸显了在非洲地区政治对立的复杂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GBC报道被安大略省旅游峰会在北湾农柱召开 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和创纪录的赞助 显示出该行业正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复苏 Destination Northern Ontario的法语旅游专家 Marla Tremblay表示 赞助活动的增加是乐观的迹象 表明游客正在回归 此次满座的会议汇聚了旅游经营者 和受益于游客增加的企业 讨论了增长机会 产品改进 以及如何吸引更多游客 旅游北湾的执行董事唐年碧丹表示 这时该是首次主办之一已举办十年的会议 展现了北湾作为四季旅游物地的潜力 尼南密度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措施 帮助出口企业应对外部贸易壁垒 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即将上阵的背景下 商务部发布的通知中提到 将通过政策引导企业 积极应对不合理的外国贸易限制 并为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文件中列出了九项措施旨在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并增强经济复苏的趋势 专家指出这些措施不仅是对美国重新加征关税的回应 也是应对全球贸易摩擦的必要手段 强调了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性 和未来应对贸易争端的能力 RFI报道 乌干达反对派领导人 比积极在肯尼亚被指控绑架 随后被移交至乌干达的军法庭审理 68岁的布积极在内罗币失踪四天后 被控持有非法武器 乌干达政府发言人否认进行绑架 称代普是与东道国合作进行的 肯尼亚外交部官员表示 正在调查布积极被强行带回乌干达的事件 布积极的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应在民事法庭审理此案 国际人权组织对这一事件表示深切关注 认为这是对乌干达政府镇压异议人士的又一例证 呼吁结束此类作法 纽约时报报道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将墨西哥作为攻击目标 威胁实施极端关税和大规模驱逐移民 但墨西哥领导人并未感到苦慌 反而看到与特朗普重新建立关系的机会 墨西哥政府已经开始制定应对贸易安全和边界问题的计划 以确保在特朗普上任前达成关键协议 墨西哥市市长赫劳迪亚谢因报姆表示 没有理由担心 我们将建立沟通和良好的关系 有约时报还指出 加拿大对于特朗普可能实施的大规模驱逐政策感到担忧 认为这将导致大量移民涌入加拿大 甲方正在制定计划 加强边境巡逻和应急接待实施 以应对可能的移民潮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不同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曾积极欢迎寻求庇护者 而现在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移民局势 北部边界的安全问题成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 BBC报道 来自14所中学的学生们在模拟气候大会上 积极参与气候政策的谈判 以呼应即将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系有P2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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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学生们代表不同国家 讨论并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决议 参与者认为 这样的活动不仅让他们了解国际协作的重要性 也培养了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 学生们在会议中积极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尤其是冰川融化的问题 显示出年轻一代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纽约时报报道气候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发达国家之间的僵局依然没有打破 会议上来自最贫困国家的代表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联合 要求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如美国和欧洲每年提供亿 三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以加速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并保护最脆弱的国家免受全球变暖带来的灾难 这个数字的提出是基于联合国新成立的气候融资专家小组的成本估算 然而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兑现15年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 导致谈判陷入更深的困境 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对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加沙停火决议表示强烈不满 指责其将全球治理推向历史最低点 此次决议得到了14票支持 但美国作为唯一的反对票阻止了其通过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美国的反复否决降低了安理会和国际法的权威 导致加沙民众的生存希望被摧毁 已有近4万4千人死于冲突 与此同时 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利亚德召开会议 呼吁立即结束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显示出中东局势的复杂与紧张 半岛电视台总结了自去年10月以来 美国已四次否决安理会关于加沙的停火决议 尽管其他14个成员国均支持这一决议 但美国认为停火与人质释放之间必须有联系 不能无条件停火 此举引起了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 认为应当优先实现无条件停火 巴勒斯坦代表也表示 停火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却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第一步 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与愤慨 外交政策报道指出 以色列政府希望禁止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 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机构被视为支持巴勒斯坦人难民身份代际传承的象征 尽管UNRW在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服务 帮助数百万难民 但以色列指控该机构的员工与哈马斯有联系 并声称这使其成为以色列安全的威胁 以色列通过立法手段试图限制UNRW的活动 认为消除该机构将削弱巴勒斯坦人对回归权的主张 从而有助于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冲突 南华早报报道了以色列官员在与美国代表商讨停火协议时 提出希望在任何停火协议中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权 这一要求可能会使停火谈谈更加复杂 以色列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君表示 必须保留对真主党违反协议的反应权 与此同时真主党领导人表示 任何协议必须包括对以色列侵略行为的全面结束 以维护黎巴嫩的主权 当前的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局势复杂 双方在停火问题上的分歧 使得和平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气候变化相关的六个重要议题 包括巴西总统卢拉在G20峰会上呼吁加快全球碳中和进程 以及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农业实践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愈发显著 香港气象学家指出 西北太平洋地区超级台风的数量涛下新高 而孟加拉国则面临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调查显示 90%的香港市民支持本地可再生能源 显示出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期望 此外 其他著名气候专家陈德良回到清华大学 将为中国气象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迷南米多乌澳大利亚一名十九岁少女比安卡琼斯 在老挝的一个派对小镇 因饮又含有甲醇的酒进井庙而不幸去世 她在被紧急送往泰国医院后仍未能脱离险境 另有一名朋友霍利·鲍尔斯 也因中毒正在医院接受生命支持 此次事件导致四人死亡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此表示深切哀悼 并呼吁家长和年轻人加强对饮酒风险的认识 调查显示 这种甲醇中毒在某些地区并不罕见 尤其是在一些不良酒吧中 饮料常常被惨杂有害物质 新西兰和丹麦的外交部门也确认其公民在老挝出现中毒症状 提醒旅行者谨慎一样 多伦多星报报道在阿塞拜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来自新加坡的污水啤酒NEW Brew引起了预会者的关注 这种啤酒是用经过处理的废水制程的 旨在提高公众对水资源短修问题的认识 新加坡作为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 长期以来致力于水管理的创新 NEW Brew的推出不仅展示了新加坡在水回收方面的努力 还改变了人们对饮用处理过的废水的看法 与慧正在品尝这种啤酒时 纷纷表示其口感清爽 甚至有人建议生产更多类似的饮品 以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纽约时报指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 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后 依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尽管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但双方似乎都意识到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因此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 以色列在遭受伊朗发射的导弹袭击后进行了反击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的外交努力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 因此在攻击的性质上显示出谨慎 这种局势反映了中东地区复杂的权力动态 以及各国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讲起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Jobrify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